位于南投县西义乡神木村头坑野溪以及和射溪的汇流处户岸 每当好大雨来临时都会将户岸砂石掏空农地流失 甚至危机民宅 现议员陈淑慧接获陈情后会同相关单位前往会刊 今天他感谢到我们康修华博物厨 接到我们新北川的这些祖父和民众他们的丁城市 邀请到我们河川郊以及我们管政府共同来会刊到我们头坑野溪 以及我们河射溪的汇流处 尤其在这个地方过去我们政府也在这里是设计很多河坡 但是只要大水来就是被穹飞掉去 那今天再一次共同来会刊就是要把他们建设用到一套最好的办法 来做到这个河坡 保护到我们沿山这些祖父他们的生命和财产 当地居民表示因为先前没有妥善处理 每次大雨来临时都会掏空农地下方的沙石 甚至危机民宅 希望县政府可以尽速改善 他这个没有动作当地的河坡 我们这里就在这里掏掉了 像顶尾有做南马谷 南马谷像这次水災而已都掏掉了 这要动作当地的河坡 作为安全 用铁筋的河坡 我们来把它关起来 新议员陈淑慧表示 这边的居民多半是靠农地维生 希望相关单位尽速改善 才能保障当地居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 神木村 头坑野稀 以及河盛西的汇流处 互按砂石掏空的问题已存在许久 而南投县政府也未妥善处理 当地居民表示 非常感谢县议员陈淑慧的帮忙 也希望互按掏空的问题 可以尽速改善 让我们可以安全地工作以及生活 记者邱平易 信易 采访报导